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现实给了他沉重的打击 他每天拼命接单码字 不管是长篇小说 短篇故事 还是书评影评 人物传记 什么内容稿稠高就写什么 比当初在通信行业时累得多 收入却少得多 后来他经过反思终于决定 不做一个没有个人标签 个人色彩的写手 而是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有特色的内容博主 他结合自己以前在民企的工作经历 写了一篇对于企业狼性文化的反思文章 结果文章在全网爆火 这样 他才算一脚踏进了新媒体从业者的大门 在这之后 他专注于输出职场与个人成长方面的内容 逐渐成了有名的博主 在之后 他又凭借自己积攒的经验 开了培训公司 辅导他人做内容营销和IP打造 累计帮助了三万素人打造个人品牌 实现了人生中的破局跃迁 而这本书的另外两位作者 古燕燕和温章敏 就是燕公子的学员当中有代表性的两位 他们的经历有些相似 原本都是在行业顶尖公司工作多年 然后转型创业 但开始却很不顺利 他们发现 自己之前在大平台积攒的那些客户人脉 认的都是平台 并不是个人 所以转型创业之后 原本的客户没有多少会跟过来 这给了他们一个重大的提醒 就是要打造出自己的品牌 才能吸引别人为你而来 后来 他们在燕公子的辅导下 系统地学习品牌定位 产品 流量 内容 等等 经过大半年的沉淀 他们重新创业 终于做出了成绩 古燕燕用四个月的时间 达成了五十万的小目标 温章敏在线上推出自己的小班分享会 推出当天的营收超过了十二万元 他们的成长故事 在后面我们还会讲到更多细节 虽然 这三位作者逆势爆发的经历都跟创业有关 但是 打造个人品牌 可不仅是针对创业者来说的 对于职场人也同样重要 借用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自己 那本书里的一句话 在漫长的职场道路上 一直跟随着你的只有三样东西 思维 技能和口碑 而打造个人品牌 其实就是在打造你的口碑 不管是创业 还是在职场 一个专业 靠谱的个人品牌形象 都能让你更容易被人看见 让更多人向你靠拢 也能帮你收获更多意想不到的机会 那么 一个亮眼的个人品牌形象 应该怎么打造呢 书里给出了四个主要的着力方向 分别是 胜任力 学习力 沟通力 还有破局力 其中 沟通力的培养 在以往的视频里 有分享过专门的书籍 所以 今天 我们就主要聚焦另外三个力 来讲讲怎么打造个人品牌 第一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力 胜任力 很显然 这指的是 一个人能不能胜任他所从事的事业 但是 请注意 从打造个人品牌的角度来看 并不是一个人的能力足够 就算是有胜任力了 书里提醒我们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 酒香也怕像子深的时代 你得能把你的能力 恰当地在各个场合展现出来 让别人看到 才能获得更多认可 借用书里的一句话就是 如果说 个人成长是低头拉车 耐下性子去坚持耕耘 那么做个人品牌 就是抬头看路 放大音量 所以 我们会看到 书里的圣人力这一部分 重点讲的 并不是怎么提升个人能力 而是怎么更好地展现我们的能力 包括讲故事 写作 演讲 视频 直播 社群 这六种工具 再仔细看的话 你会发现 书里在讲 怎么用这些工具 来展现胜任力的时候 都特别注重快这个字 也就是 你要尽可能快递 向别人展现自己的能力或思想 比如 其他书在教你 怎么用故事来知识观点的时候 会教你很多表达公式 构思技巧 但是 这本书并不强调 要把故事讲得多么精彩 他只是把故事当作一种 能快速地让别人记住你的能力 或观点的工具 书里给出的运用故事的方法 也很简单直接 就是 总 分 总的思路 先确定你要表达的观点是什么 然后讲一个相关的故事 最后重复你的观点 比如 在应聘的时候 面试官让你 做个自我介绍 这里会有一些常见的错误 比如有的人会重复很多简历上已经写过的信息 或讲一些跟胜任岗位无关的信息 又或者画匣子打开就收不住 完全没终点 而如果按照刚才说过的故事思维 去构思发言 这些情况就可以避免 首先 我们要确定自己要表达的观点 那么 在面试这个场景下 就要去向面试官让你做自我介绍时 他真正想要了解什么 其实无非就是两个问题 一 你对这个岗位的兴趣有多强 二 你的能力是不是匹配这个岗位 那我们要输出的观点和故事 也要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展开 比如你可以说 您好 我是李小明 在投递简历前 我仔细研究过柜公司岗位的工作内容 我觉得非常有吸引力 而且结合我自己的过往经历 我也相信自己能胜任 之前 我在公司担任某某技术的负责人 有一次半夜接到客户电话 说网络出了问题 我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确定了原因 安排相关同事迅速跟进 一小时内就解决了问题 客户非常惊讶 说本来已经准备给我领导打电话 看来不用了 像这样的情形 我遇见过很多次 每次都妥善解决了 我注意到 咱们这个岗位的核心要求有三点 扎实的技术能力 卓越的沟通能力 还有良好的抗压能力 根据我过往的经历 我认为自己完全能够胜任 你看 这一段话下来 核心就是两个观点 一 我对岗位有兴趣 二 我能胜任 再分别配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 我研究了岗位工作内容 还有 我解决过某某问题 最后再重申观点 一共两百多字 讲完也就一分钟 像这样观点 加故事 再回到观点的思路 能嵌入到任何一个 你想要快速说服别人 或者表达观点的场景 还有 书里的职场写作这部分 也很突出一个快字 里面建议说 在写项目报告 汇报材料的时候 不要想着以量取胜 或者面面俱导 关键是要让对方 能快速掌握你要传递的要点 即使是要做一份长报告 也应该在最前面 用一页纸的篇幅 梳理出你整份报告的逻辑 把所有结论和关键性数据前置 然后在报告正文里 再对照着你的那些结论 逐一论述 论述过程也要保持清晰直接 相关拓展材料 可以放在附录里 避免干扰阅读 这些都是为了让对方 快速吸收你的观点和逻辑 还有 作者燕公子 在这些年的工作中 一直推崇一分钟原则 就是 无论做什么形式的汇报 都必须在一分钟内 让对方清楚地了解 你要表达什么 尤其是跟上级汇报工作 无论是通过邮件 微信 还是PPT 他都会遵守这个原则 比如 如果做邮件汇报 可以把结论放在第一段 之后再展开细节 如果在微信上汇报 那么必须要在手机的一屏之内 就把关键信息都罗列进去 如果是用PPT汇报 紧随封面后的第一页 就应该涵盖汇报的全部关键点 这样 你的汇报对象 哪怕只剩一点点时间 也能了解到你的主要结论 诉求 之所以书中非常强调要像这样 快速展现自己的观点 能力 是因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每天人们都在从各种不同的渠道 接收 传递着无数信息 伴随而来的是 人们留给每一条信息的时间 注意力都越来越有限 如果你不能第一时间展现出你想展现的 那么别人很可能就会失去耐心 看向别处 更别提了解你的思想 既能感受你的胜任力了 像作者温章敏 就是深深知道这一点 所以 他曾经把自己的十年 长长经历 制作成了一条短视频 把它作为自己的特殊名片 在认识新朋友 或者交流分享的时候使用 就是为了更快地向别人展现出 自己有特色的一面 让别人快速记住自己 到这里 小结一下 一个拥有胜任力的个人品牌 需要有跟事业相匹配的内在实力 但也需要做到 能向别人快速展现出这些实力 你会发现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所有方法 无非都是要让别人 尽快了解到这么几个问题 我是谁 我擅长什么 我的观点是什么 不管是产品品牌 还是个人品牌 想要拥有辨识度 获得外界认可 都需要明确回答这三个问题中的 至少一个 而对个人来说 你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 也就是在塑造 你在他人心中的个人品牌形象 如果这个形象是专业 靠谱 有实力的 那么在平时工作中 就会有更多人愿意向你靠拢 在职业低谷期 也会有更多人愿意向你伸出援手 或者支持你的新事业 这样 你才更有可能实现逆势爆发 第二部分 刚才我们说的是 打造个人品牌的第一个发力维度 胜人力 接下来再看第二个维度 学习力 如果说 胜人力 是帮你的个人品牌打造门面 让你的光芒更充分地散发出来 更快地让人们看到 那么 学习力 就是帮你的个人品牌浇水施肥 让它有不断绽放光芒的后劲 让人们持续地朝你聚拢 很多书在讨论 怎么提高学习力的时候 往往关注的是 怎么能学得更快 更好 有哪些更高明的学习方法 但是 在这本书里 作者们更强调的是 怎么能学得持久 因为 打造一个个人品牌 是一个久久为公的过程 如果你光输出 光展现 但是不积累 不进步 即使有再厚的积淀 也迟早会被掏空 或者被时代甩在后面 只有一直保持学习 才能给你的个人品牌 持续供应养分 让人们觉得 不管环境怎么变动 你都能保持专业 靠步 与时俱进 这样他们才会对你有长久的品牌信任 想要做到这点 书里特别强调要建立终身成长的思维模式 有一个很简单的检验方法 可以检验你是不是具备这样的思维模式 就是去回想 你平时经常说哪一类口头禅 第一类是 我想试试 或者虽然这个我不会 但我可以学 第二类是 我已经尽力了 或者我从来不擅长 或者我从来没做过 根据斯坦福大学的卡鲁尔 德维克教授的研究 经常说第一类口头禅的人 更容易实现终身成长 因为终身成长的本质 就是愿意不断地突破自己 保持进化 那么从行为层面 我们该怎么把终身成长的思维模式 贯穿到我们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呢 首先就是 身处职业舒适趋势 要警惕能力陷阱 所谓能力陷阱 就是一种对自己的能力感觉满意 不愿意再吸收新知的状态 作者古燕炎说起了他工作时的一个经历 他在职场第五年的时候 已经全面负责公司运营工作很久了 所有事物都是他熟悉 擅长的 工作舒服 安逸 每当同时跟他说 有特别好用的 新的运营工具 他都不放在心上 认为自己目前用的已经很好了 后来 他的领导提醒他 要警惕能力陷阱 多去外面学习 古燕炎才将信将疑地 去做了一些调研走访 学了一些课程 结果他发现 很多公司都已经开始使用新工具 比他们用的效率高很多 他这才从舒适区里醒过来 赶紧跟上学习 从那以后 他每年都会有意识地 多学习一至两个新领域的内容 避免再次陷入能力陷阱 书里说 一旦你发现 自己出现了这么两种情况 就要警惕 是不是陷入能力陷阱了 一是 只喜欢做自己擅长的事 二是抗拒新变化 尤其是 如果你已经在同一岗位待了三五年 那么一定要用这两条来做一下自我检视 如果发现 自己的确陷入了能力陷阱 那么 就需要赶紧迈开步子 多去关注行业前沿动向 多学习新知识 新技能 避免变成温水中的青蛙 感受到危机是已经来不及了 刚才说的是 身处职业舒适趋势 要警惕能力陷阱 另外就是 身处职业低谷 其实不要自我涉险 还是以作者 谷艳艳的经历举例 谷艳艳在职场做了十年 遭遇了意料之外的职业低谷 于是咬牙选择离职 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萌生了自己创业的想法 这显然是一条很难 风险也很高的路 虽然 他在过往的十年里 一直坚持主动学习 提前储备了短视频运营能力 直播能力 但是 在个人品牌打造方面 并没有什么经验 不过最终 他还是选择搏一搏 因为他知道 目前的能力短板 只是暂时的 是可以通过学习 来弥补的 后来的故事 我们再开头也提到了 在经过最初的煎熬之后 他逐渐搭建起了 个人品牌领域的知识体系 做出了自己的人力资源 管理培训品牌 拥有了第一波客群 谷艳艳选择创业的底气 很大一部分就来自 他知道自己 虽然有不足 但可以通过学习来弥补 不断进化 这就是一种 终身成长的思维模式 在职业低谷期的时候 它可以帮助我们 勇敢尝试新的可能 打开更广阔的天地 好 刚才我们说的是 把终身成长思维模式 落到职业生涯中的两种体现 你会发现 不管是在舒适区警惕能力陷阱 还是在低谷期 不给自我设限 它们最终的行动指向 其实都是要不断保持学习 包括多去尝试不同领域 多去接触新知识 了解新技术 升级新能力等等 这不是一个间断式冲刺的过程 而是一场比拼耐力的马拉松 而这里说的耐力 也就是书里着重强调的 持久学习力 这种学习力 在职业生涯的低谷期 尤其重要 因为对于新领域的接触 对于新知识 新技能的掌握 很可能就会为你打开 一扇意想不到的窗户 帮助你实现逆时爆发 不过 相比于壮运骑士的学习 书里更推荐 以目标促行动 也就是 先明确要走出低谷期 你需要怎么调整 自己的个人品牌形象 或者要塑造一个 什么样的新形象 然后由此反推出 自己需要什么能力 当下还缺少哪些 在有针对性的去学习 补足 比如 作者古燕燕讲到 他有一个从事 人力资源管理的学员 遭遇了职业瓶颈 很久都停在同一层级 在偶然一次课程中 他发现 周围很多 HR都成功转型 做了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师 于是 也萌生了类似的想法 经过慎重考虑 他把成为素质过硬的咨询师 设定为自己的新目标 也就是个人品牌 形象塑造的新方向 然后 他认真拆解了 做咨询师需要的能力 发现有生涯辅导能力 识人用人能力 悬案咨询能力 等等 接着 他把各项能力的提升 分别作为小目标 开始制定计划 挨个去学习 去提升 就这样 逐步完成了 从HR到人力资源 管理咨询师的转型 在身处职业低谷器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感到迷惘无助 或者前行艰难 而以目标促行动 这个策略的一个好处就在于 它能把你眼中模糊不清的远方 变为一个个具体的行动方向 让你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 其实 没有哪一场逆势爆发 只是一瞬间的华丽转身 那些走出低谷的人 往往依靠的都是 由一个个目标组成的阶梯 还有一步步登上阶梯的坚定行动 第三部分 说完了学习力 胜任力 接下来 我们再来说说破局力 什么是破局呢 就是在陷入困境或者僵局的时候 能够从现有世界中撕开一道口子 进入更大的世界 比如 当一个项目走向失败的时候 发掘到了另一个新机会 或者在一个领域打拼失败 转而在另一个领域开疆拖土 又或者像本书的三位作者 在职业低谷期 通过创业 开启人生新阶段等等 简单概括 其实就是本书标题里所说的 逆势爆发 很多人在思考怎么破局的时候 会觉得 应该尽快挣脱旧世界 重新出发 专注于新领域 新机会 但是这本书却提醒我们 真正成熟的人 不要做从零开始的事 想要实现破局 你恰恰需要利用好过往的资源 他们其实正是你破局的杠杆 比如 作者燕公子在刚离开通信行业 开始创业的时候 有朋友劝他 不如做个通信相关的账号 发表点行业洞察和见解 他豪迈地回绝了 说 既然离开了 我就绝对不会再碰任何相关的内容 所以之后 他一直刻意回避自己的过往 包括自己的成长经历 还有自己就圈子里的人脉 以为只要足够努力 就可以从零到一 但是 后来的事 我们再开头也提到了 他每天拼命接单马子 累个半死 却赚得很少 直到后来 他结合自己曾经在明起的工作经历 写了一篇对企业狼性文化的反思文章 结果文章在全网爆火 这样 他才算一脚踏进了新媒体从业者的大门 后来经过不断的学习 摸索 专注于输出职场 与个人成长方面的内容 逐渐成了有名的博主 燕公子说 这段打脸的经历 带给他最深刻的教训就是 别轻易地和过去的自己割裂 哪怕你跨入的是全新的行业 你过往的经历 背景 思维方式 曾经的人脉关系 一定都有可以借鉴 迁移的地方 能借事 就借事 不能借 再造事 那么 怎么才能借从前的事 破当下的局呢 首先需要我们从平时就有意识的 不断地给自己的个人品牌叙事 这样 在你需要借事的时候 才有的可借 这当然需要我们不断修炼内功 积累本事 这一点 在学习力的部分 我们已经讲过了 而另外 书里还提到 我们需要格外注意 经营好自己的小圈子 什么是小圈子呢 它不仅包括 你现在联系最紧密的那些朋友 也不只是你微信联系人 手机通讯录里的那些名字 还包括每一次你谈业务 合作项目 外出上课 参与培训的时候 跟你发生交集 会对你产生印象的那些人 这些弱连接的人脉 往往有着跟我们不同的背景 经理 圈子 很可能会成为你破局的突破口 所以 我们也需要 在他们心中 留下一个亮眼的个人品牌形象 书里也给了两个建议 首先是 持续成为小范围中的第一名 人们通常很容易记住第一名 所以 冠军战略 当然是积累个人势能的理想选择 但是 成为一个部门 一家公司 或者一个行业中的第一名 往往很难 所以 书里建议我们 抓住每一个机会 做到小范围 小场合中的第一名 比如 作者温章敏的一位学员 在参加课程学习时 总是很积极地完成课程 作业打卡 主动参与课程的志愿者运营 在群里分享自己的学习收获 在学习结束时 他不仅拿下了学习榜的第一 还拿下了人气榜的第一 就这样 通过成为小范围里的第一 他收获了全班同学的认可 积累了自己在这些人中的影响力 除了持续成为小范围中的第一名以外 书里还有一个建议 就是持续利他 帮助更多人 还是拿作者温章敏的一位学员举例 他叫杜杜 是某个知名的学习型社群的活动运营官 在平时的工作中 他一直非常热心地帮社群的用户 解决学习上的困难 分享自己运营活动的经验 帮助志愿者们组织社群活动等等 这些平时积累的利他行为 在度度推广自己的个人品牌故事的时候 发挥了巨大的能量 大家都纷纷帮他转发 只三天就实现了浏览量破万 这在从零开始的个人品牌经营中 是一个少见的成绩 不管是持续利他 还是持续成为小范围中的第一 本质上都是在提醒我们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把萍水相逢的人 变成潜在人脉的机会 势能的积累是一个聚杀成塔的过程 而塔累得越高 你在破局时拥有的起点也就越高 在完成叙事之后 下一步就是解释了 这里我们还是顺着刚才的思路 重点说一说在人脉方面怎么解释 作者温章敏分享了一个自己的故事 他说自己在刚开始打造个人品牌的时候 经常会做免费的线上分享 把微信上的好友邀请进群 分享自己的成长心得 还会引导他们去加其他分享嘉宾的微信 这样他和其他嘉宾之间就能给彼此增加流量 但是后来 在指导老师燕公子的提醒下 他才发现 这样的导流行为 每做一次 就是在消耗一次自己的人脉资源 等到真正要做大活动的时候 大家可能已经厌烦了 就不再愿意支持了 这就是书里强调的 贵人不见用 人脉资源的使用次数是有限的 用一次就少一次 所以不要轻易地消耗 要用在刀刃上 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继续说作者温章敏的故事 后来 作者燕公子和他的合伙人辅导温章敏 完成了一次成效显著的解释 温章敏先是创作了一条 个人十年故事视频 视频里记录了 他在过去的十年里 克服重重困难 努力成长的过程 然后 他没有群发 而是逐个联系关系好的朋友 还有一些跟他有过良好互动的弱关系人脉 请他们帮忙点赞与转发 在这个过程中 他跟很多近年 有些疏远了的朋友 重新拉近了距离 也让自己的视频在好友们各自的圈子里传播开来 很多人被他经历低谷 勇敢在出发的故事感染 积极主动地帮忙转发 就这样 在一波接一波的转发扩散中 这条视频仅七天时间就突破了十万家浏览量 这对于新人来说是很少见的成绩 紧接着 文章敏又着手撰写了一份 长达六千字的视频制作复盘文章 讲述了自己是怎么在一周时间内 拿到这十万家浏览量的 把背后制作 推广运营的经验 以及摔坑心得 毫无保留地写了下来 并把这篇文章作为礼物 送给了之前帮忙转发的朋友们 通过这一步 他跟很多人有了更深入的交流 激活了更多人脉关系 这样 他其实是在介事的同时 又完成了新一波的叙事 到这里还没结束 在这之后 温章敏创作的这条短视频 在他认识新朋友 交流分享等很多场合 都派上了用场 这就是我们在胜任力那个部分 提过一次的 他的视频名片 这条视频 让更多的人快速认识了他 也促成了接下来 更多的连接和合作 总结 以上就是这本书里 我想跟你分享的重点内容 总结一下 关于怎么打造一个受人认可的 有持久生命力的个人品牌 书里给出了四个主要的着力方向 分别是圣人力 学习力 沟通力 还有破局力 其中 沟通力的培养 在本频道已经有相关内容了 所以 今天 我们主要聚焦的是另外三个力 首先 圣人力 从打造个人品牌的角度来看 并不是一个人的能力足够 就算是有圣人力了 你得能把你的能力 在各个场合展现出来 让别人心服 而且 展现的速度 还要尽可能地快 书里也从讲故事 写作 短视频等多个维度 为我们提供了 快速展现圣人力的方法 第二部分 我们说的是学习力 相比于怎么学得更快 这本书更强调 怎么能学得持久 因为 只有一直保持学习 才能给你的个人品牌 持续供应养分 作者认为 我们应该把终身成长的思维模式 贯穿到我们的整个职业生涯中 具体表现在 身处职业舒适趋势 要警惕能力陷阱 身处职业低谷气势 不要自我设限 他们最终的指向 其实都是要不断保持学习 而在职业低谷气 书中推荐的学习方法是 以目标出行动 也就是 先明确 要走出低谷气 你需要怎么调整自己的个人品牌形象 或者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新形象 然后 由此反推出 自己需要什么能力 当下还缺少哪些 再有针对性的去学习 补足 接下来第三部分 我们说的是破局力 很多人在思考 怎么破局的时候 会觉得 应该尽快挣脱旧世界 重新出发 专注于新领域 新机会 但是 这本书却提醒我们 真正成熟的人 不要做从零开始的事 想要实现破局 你恰恰需要利用好过往的资源 包括经验 教育 人脉 等等 学会解释 要想在破局时有事可解 我们必须在平时就要注意叙事 不仅要注意持续修炼内功 积累本事 还要注意经营好自己的小圈子 尤其是 不要忽视那些弱连接的人脉 要争取在他们心中 也留下一个亮眼的个人形象 具体的 可以在平时努力做到 持续利他 帮助更多人 持续成为小范围中的第一 在介事的环节 我们要注意 贵人不见用 要把人脉资源用在刀刃上 并且最好能在介事之后 通过给予朋友感谢 回馈 完成新一波的叙事 除了这些以外 书里 在介绍圣人力 学习力 沟通力 还有破局力 这四种力的过程中 还讲到了 怎么做社群运营 怎么做定期复盘 怎么识人用人 怎么把流量变现等具体问题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购买纸质书 进行拓展阅读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 订阅 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也欢迎你在留言区 给出你的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